没有几行 总共大概顶多是 二、二、六、七行而已嘛 这个范围总共七行层次 但是每个地方都是要 这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发现for围圈的范围 一定会加一个nest if就是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就这个 然后如果这个逻辑判断为true的时候 就是说它是 大于 第三名的 大于等于第三名 就是排前三的 或者是小于等于倒数第三的 就帮我做累加的动作 然后跑完之后 再把累加的结果丢到A2去 程式实际上 但是做的事情其实很单纯 但是每一行每一行都很重要 一个地方错也不行 最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对于程式的撰写 还是有一点疑虑 我建议 回去还是可以参考我们这个论坛上面的这个影片 反正我们上一周讲到009这部分 有没有 那其实你就把这影片重新再看过 然后一定要记得要实作 我觉得像这种东西说真的没有别的诀窍 那学习程式设计跟学习其他课程 学乙世友又不一样 乙世友反正你点一点点滑鼠间反正点到 反正乱试有时候也试出来 但是程式就这样 你怎么试一定是试不出来 为什么因为差一个地方错 那就是错了 那你目前以各位的那个学习需求 其实也不要把就是弄得太复杂 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做的 你把它反复练习能够做出结果来 其实就很厉害了 OK 因为说真的像这种东西要能够塑成 真的除非你是有这方面天才 那的话我觉得要把程式写的一个地方都不错 那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他如果你要往上爬 不过你说现在工作 慢慢几乎都要跟程式设计有点关系了 你说像我们VBA还算简单 后面其实还有R跟Python 如果你在工作上会用到 那当然更加分 可是问题这些都跟程式有关 而且我刚刚讲R跟Python 其实难度又甚至比VBA还要更难 OK 难度我觉得一定是比较困难的 OK 那所以你逐步逐步 但程式是相通的 如果你会其一之后 你要跳第二第三应该是比较容易 但是你一个程式都不熟练的话 那你要再去学别的 我是觉得反而会更辛苦 所以我建议你先把VBA先学熟 你再去学另外一个 其实都是相通的 那我讲过就我们的影片 我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回去还是建议 各位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把它反复的再观看 当然不是叫你从头看 你只要把你不熟的部分 把它repeat也没关系 你就专注那个部分 repeat跳到那边也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影片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从头看 你也不用从头问 你把你不熟的部分跳到那边去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YouTube现在真的太方便了 像我自己也很习惯 透过YouTube去看一点东西 学一点东西 国外也有很多人分享 也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这是还蛮好的一个平台 另外的话 影片下方也可以留言 如果你们真的遇到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或者实在不能理解 没关系 欢迎你们在影片下方留言 OK 这样也可以随时互动 OK 像程式这种东西 一定要一定不能够好像似懂 好像就是似懂非懂这样的 一定要真的完全了解 每一行每一行你真的不能用混的 如果你用混的 你以后那个部分就是你可能会出错的地方 真的每一行每一行都要了解 所以我都尽量聚心迷的讲清楚 可是有些地方可能我觉得很简单 但有些东西还是不是很清楚 没关系 也是其他东西的问题 真的不能用混的 真的 各位诚心的 因为我觉得 学程式跟学其他工具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一定要100分 他一个字都不能错 OK 不像说其他工具 反正你上次不太熟没关系 以后乱点还是可以做得出结果 OK 好 那其他的话 OK 那其他的话 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影片 比如说影片 最近我教的东西 主要我慢慢重重点可能慢慢转移到可能以Python为主了 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需求慢慢不是只有VBA这么简单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对于学习Python 有一点点兴趣的话 这边其实都有很多的影片可以给各位一些学习的参考 OK 比如说像视觉化报表这边其实也有了 或者是从网路上当那个网路爬通去抓语资料 这边其实也蛮多东西的 好那其实工具呢 并不是说谁就唯一就是最强大 没有 其实工具是应该是互相协同应用 才能够做出你要的 比如说可能某部分呢 Python比较强大 但是在Excel的世界里面 他毕竟还是外国人 对他来到Excel的世界 其实VBA还是比较方便 对因为主场优势嘛 OK你打开之后对不对 你看到的东西呢 就是直接就是Visual Basic嘛 就我Visual Basic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嘛 对不对 那Python毕竟是外面的人 你要再处理资料 毕竟还是要转一手 OK好 而且VBA的那个除错环境 应该是目前除错工具里面最简单的 另外他还有个好处 完全不用安装 但Python的话光安装 可能就要花可能一堂课的时间 想解怎么安装环境 真麻烦 OK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跟各位说明一下 如果你对于那个学习 更多的东西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参考一下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课程 主要当然我这边有 在我论坛里面有提到 其实我们入门课程 大概就是一到五的这个范围 那六到十 其实就是进阶课程的范畴里面 OK 当然你前面的东西一定要学好 后面才有办法接得上 否则的话你后面 要能够把它接上 恐怕还是会有点问题 OK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 那个就是乐透财的这一题 乐透财中的几率这个范例题 那里面的话大概会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统计分析 其实主要就是这四栏 我们要做出什么呢 请你帮我计算101年跟102年 那个1号到42号 因为乐透财的号码就是1到42号 那哪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高 排名最前面的几个帮我列出来 这太简单的这种统计了 那如果你要快速统计的话 怎么知道几率 那其实第一个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在101年 开奖记录里面 它的规则大概这样 它开奖一定是一期会开六个号码 六个号码加上一个特别号 那实际上就七个号码就对了 OK 那七个号码里面的话 总共几期呢 其实Ctrl向下101年的话 其实总共开了100 所以等于减1 栏文名称 所以总共开了99期 乘上7 就是它的总共开出来的号码 那1号到底出现了几次 不算是 我们需要算出几率的话 再除以它全部开出来的号码总数 那就会是我们要的几率了 OK 所以呢 102年也是一样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这一题 恐怕我们会跟前面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说 这边我希望呢 全部都用定义名称来完成 上次我们有一题黑名单筛选 我用定义名称 那定义名称的话你可以配合F3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名称去指向那个范围 你就不用再用选的 然后选那个范围 选的很辛苦 所以第一个 我们有几个范围要先定义 第一个范围就是101年的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 就从这边 从D2到J2 再一直往下 那我先选横向 因为我Ctrl Shift向右它跑过 我用先选横向这个范围 再按Ctrl Shift向下 那这个范围的话呢 我把它取名称叫做 我之前本来想说取101 特别主要名称不能用数字 除非说你开头一定不要是数字就好了 所以我这边可以打一个什么 也许打一个 你打个A11也可以 或者叫开奖好了 打一个比较开奖 就是开头只要不要是数字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它会错误 那我叫开奖101 这个名称好了 那Enter之后的话 这个范围就是开奖101 那这个名称的话 我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 那1012年的话是 这个范围选横向 Ctrl Shift向下 然后把底下也选起来 这个范围叫开奖102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统计分析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待会在这两个范围 有了 接下来的话 其实还有号码部分的话 其实也可以定义 比如说这个底下的全部都可以选这个范围 然后在这个范围上面再给一个名称叫号码 不过特别是说 如果说你这边有总共有五个栏位 A到D 假设这个几率 这个我底下我要对到底下 这个我要对照到底下的话 假如说你这边有五个栏位 要同时做的话 教各位一个更快的方法 你可以把A1一直选到什么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也就是整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这边有五个名称要建立 其实在那个公式里面呢 有一个功能 叫从选举范围建立 那他有一个很快的功能 就是顶端列把它打勾 意思是说我的名称刚好就在顶端列 那他会做什么呢 会帮你建五个名称 对照的刚好就下方的东西 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有很多栏 你可以同时把它建立 所以我们记得在公式里面的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按个确定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建立总共有开奖101 开奖102跟五个栏位的名称 那最后我如果想要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建立成功 可以从公式里面的名称官里面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对照到这个范围 他会有 对这个是101年的几率 102年的几率 那我开奖101在这里 这个范围 他也会帮我什么 用虚线帮我显示出来 开奖102点下去 虚线 那未来当然你要修改 可以从这边修改 或者甚至可以把它删掉 OK 那我们建立好之后的话呢 待会我们来做 总共会有 这个四个栏位的结果 我要统计它的几率 还要最后哪一个号码 它的几率最高 另外的话呢 帮我排名一下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些资料的话 原则上都在网路上可以找得到 所以未来你想要去查询什么 比如说像乐透彩后来改名叫大乐透 它的规则从1到42号变1到49号 那当然网路上全部都有 包含一直开奖到最近一起 其实都有 那如果你想要统计什么 大乐透历年来 哪一个号码 开奖的次数最高 开出来的哪个号码 出现的几率最高 其实从网路上捞 所以第一个 恐怕还要学会爬虫 第二个的话 在利用Excel里面 这个简单的一些工具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 哪一个几率最高的结果 把它列出来